高端疫苗是連續吞下了 第三根的跌停 已經是連續三個交易日 都是如此了 今天的股價來說的話 也是在開盤就打入到了跌停板 目前是鎖在284塊錢 所以針對高端疫苗 現在市場上面 當然對於它 打上一個問號是很有疑慮的 畢竟現在它的二期沒有做完 可是政府又積極的來簽約 來採購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市場上面也會 比較激進派的會認為說 會不會有炒股的嫌疑 當然我們先擺一邊 只是就以這家公司的股價來說 它短線上面 或者是將近一個禮拜時間 要讓它來去做一個整理 是不是必然的 我覺得的確是 你起碼等它到一個 正式落底的情況再說 至少是一個 落底價格穩定之後 那亮也說 我們先講疫苗的一個狀況 你說它當然前面 這個風風雨雨 大家畢竟在過去一段時間 是需要疫苗的 那你看國外其實也買得到 那為什麼要用國內的呢 所以說它就給這股價有點疑慮 就現在就是說 像郭董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一個民間機構 他都能夠積極去向外採購疫苗 那我現在要講疫苗 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當然國內發展疫苗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 不能說它不好 只是說 我們撇開這個 有沒有這個炒股疑慮 這個議題 我們就先放在一邊 那至少來講的話 今天這個 國外的部分 有經過這個所謂這個認證的一個部分 起碼我在打國外疫苗之後 那我可能出國啊 會有一個疫苗護照之類的東西 那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是能夠比較方便的一個狀況 那國內疫苗來說的話 因為畢竟目前的一個進度是比較慢 那當然這個可能在六七月也會出來 只是問題就是說 它也第一個二期 沒有經過三期 結果來講的話 那有沒有經過認證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一個議題 那政府雖然說 採購了500萬劑 可是你大家思考一下 500萬劑 在國際間的疫苗都有個價格 大概就十幾塊美金吧 那你先算一下 500萬劑 甚至五加五十一千萬劑好了 那到底對高端疫苗有多大的貢獻 那目前的股價 其實現在高點來到400多塊 現在還有280塊 所以說 到底這個大家可以算一下 值不值得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大幅切入的機會 除非未來高端疫苗的疫苗 有機會消往國外 那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你這樣跟我來講的話 目前連續三天 是一個跌停的一個情況 那目前還是跌停所指 那張這個鎖住跌停的量 也是蠻多的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就先 不要去過度的一個涉獵 你就等它 如果真的要去買的話 等它等什麼時候 出現不再跌停 甚至量數價位 你也不要去想漲停 你不要等到 哪一天跌停打開 你再去搶 那也都不 我覺得不是一個勝算很高的事情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是暫時先 觀望的方式為止就好 好